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世民出身极其显黑的关隆氏族家庭 他的曾祖父李虎 是北周的开国元婚 八大楚国之一 受封为唐国公 他的祖父习封唐国公 曾任徐朝的安州总管 他的父亲李渊是徐文帝杨坚的儿生 七岁就继承了唐国公的封号 之后还做了太原流秀 少年时的李世民充为过人 极有胆识 从小就受到好好的教育 骑蛇精箭 文秃武略 洋洋精通 好受李渊的喜爱 六一五年 参加团卫将军 云定兴的勤皇军队 受到云将军的夸掌 第二年 李世民徐父参加镇压农民军的战争 建立 起兵反徐 六一七年五月 李渊在晋阳起兵 十一月 攻占长安 六一八年 徐阳帝在江都被杀 徐朝滅亡 五月 李渊在长都称帝 建国号为唐 李世民恩公被封为秦皇 他的哥哥李建成 以的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 弟弟李元吉被封为齐皇 唐皇朝建立之后 刚刚二十四岁的秦皇李世民 负担起统一天下的任务 六一八年 李世民挂岁出征 先后土平雅江军 河北斗建德 江淮杜复威 和李鬼 薛举 刘武洲 王世聪等各具势力 到了六二三年 李世民只是用了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就统一了全国 成为李唐皇朝的大功臣 李世民却越的军事才能 和超群的胆识 令到他的威望越来越高 权势也都越来越大 他不单止统领三军 掌握兵权 还担任尚书令 畏居宰相 李世民显黑的政治 军事地位 引起了他的哥哥太子 李建成 和弟弟齐皇李元吉的质恨 李氏兄弟开始了权力之争 而且越演越激烈 最终让成元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六月 李世民在元武门设下伏兵 趁太子建成 和齐皇元吉入朝的时候 突然发动兵变 亲手射死了哥哥李建成 他的弟弟李元吉 也都被为慈敬德杀死 然后李世民又杀死了李建成 和李元吉所有的儿子 李渊只得改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两个月之后 李渊被逼退位 改称太上皇 李世民即皇帝位 第二年改年号征官 唐太宗吸取随朝二世而亡的深刻教训 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 恢复发展生产 稳定社会秩序 令到中国的封建社会再次走向繁荣 唐太宗积极推行轻饶博富 幼养生息的政策 大力推行军田制 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唐太宗还实行了租荣吊制 允许以眷布代替遥役 还尽量减少遥役的政法 唐太宗既有识人之能 又有用人之能 他不论出身高低、为财事举 他还用了一大批原本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亲信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魏征了 为了选拔人才 唐太宗还完善了科举制度 令到更多的有才知事 尤其是中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可以参加到政权中来 当国内形势好转之后 唐太宗开始经历边疆 他首先消灭了东突厥 控制了南起阴山 北到大漠的广大地区 消灭了东突厥之后 唐太宗开始进攻西域 先后降伏了套谷运、高昌、西突厥 恢复了中西商楼 远近四十多个国家的市捷 来到长安和唐朝通好 唐朝和各国发生了密切联系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唐太宗还和青藏高原上的 兔凡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将文成公主嫁给床站干部 开创了汉族和兔凡人民交往的新篇章 从626年登基到649年去世 唐太宗在位一共23年 他在位时期政治开明 经济发展迅速 社会亦都比较安定 后人称为正观之治